你現在收看的是參賽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總想參賽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已經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 直到我們要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也很期待 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 可以讓我們走的更遠 更好做更深度的報導 以及討論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我想我們在台灣一直很關注 是這個所謂的能源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能源問題 除了我們常常會看到 聽到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核電的問題之外 事實上整個能源的問題 範圍是非常非常的廣 那當然我們的政府 除了這個大的能源政策之外 也推動了一些節能政策 不過最近我看到了一些討論 就是發現在日本 他們其實也非常關注這些 所謂的能源的政策 所以在日本的聊曲線 推動的這個節能住宅房屋 那今天我們節目當中就要邀請到 曾經寫過 其實相關文章的 媽媽氣候行動聯盟的專欄作家 宋瑞文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瑞文你好 好主持人觀眾想你好 對你好 那就是我們前陣子 有看到你寫的一些文章 然後這文章裡面有提到說 日本鳥取縣在推動這個 所謂的節能住宅房屋 那這個節能住宅房屋 是一個什麼樣的政策 那我也請你先告訴我們 日本的鳥取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不管他的地位 說生活的樣態 有什麼樣特別的支出 鳥取縣是一個人口蠻少的地方 然後好像有 也有沙地 然後也有下雪的地方這樣子 那算是 不曉得是不是小國寡民 才能夠推動如此進步的政策 他在日本算是節能先進線 就是他在 他是日本所有縣市地方政府裡面 最先進的樣子 然後他推的這個 目前他是推一個住宅節能標準 那這個不是義務性的 這不是義務性的 那但是他是 就是說他的地方政府透過一些獎勵 設定這個標準 那希望一般民眾在買房 或者是裝修的時候 可以採用這個標準 那為什麼說他先進呢 因為他這個標準是 就是以照歐美標準 那這個歐美標準 是比日本目前國家規定的 房屋節能義務 我強調是義務 就目前中央政府有一套全國要實行的節能義務 就是你應該是說新建的獨棟 住宅 他一定要達到某種程度的節能標準 那鳥取線呢 他是比這個節能標準還要高 所以我們說他是節能先進線標 也就是說他在這個節能 很多地方都在做節能 包括我們在買這些冷氣 或是電器設備也在談節能 不過這個是從國家的政策推動 而且這個政策是跟住宅的形態 或者住宅裡面的設施 是有一些關聯性 不過很好奇 其實我們知道你長期的去關注 這些日本的這個環境的問題 那你是什麼時候知道這樣的一個 這個鳥取線的政策 那你知道這個政策的時候 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你看到這個政策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因為我平時都在 我平時在為媽媽氣候行動聯盟寫專欄 有一個是核災 有一個是輔導核災 有一個是日本的節能減碳 那在寫的過程當中 就是蠻自然而然的 會知道這個事情這樣子 那會知道是因為 所以本來就有在關注一些 他們日本的節能專家或教授 然後因為他有提到 這個縣是那個節能先進線 所以我才去看一下這樣子 那會特別想要寫出來是因為說 就是因為我自己是基隆人 然後目前這邊有這個萬木山四階的議題 那這個事情之前王醒之也說過我就不贅述 那或者說像之前的三階四階 那台灣的很多能源討論他都是圍繞在發電 但是他沒有圍繞在節能 那他沒有圍繞在節能的原因是 他不太知道節能政策的分量跟節能政策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我直接講好了 比方說日本在日本2025年 就是明年他所有新建的新建獨棟住宅 就是要達到一個新的節能標準 那這個節能標準大概可以讓他一年的電費省掉好幾萬日幣 我這樣講大家可能就會比較具體比較清楚一點 那2025年會實行一個就是第一次的新建宿宅的醫務化 而且他過五年就短短五年而已 2030年這個標準還會再提高一次 那這個在台灣都是沒有 好像沒有人聽過也沒有什麼在聊 那我自己就是說不管是關心三階藻礁的議題 或者說我自己作為機動能面臨這個世界的事情 那我因為是這幾年我都不斷的感受到 就是那個所有的討論都圍繞在發電 而不是節能 那當然其實我們台灣也有在提節能 可是你沒有聽到 你沒有聽過有政策 他是要求你的住宅要有節能的義務的 所以我這是一個很大的差距 而且如果我講的更具體的話 如果照鳥曲線的這個標準 鳥曲線的標準是鼓勵性質 我剛剛講的是義務性質 但是鳥曲線這個標準更高 如果照鳥曲線的這個節能標準去做的話 有加上太陽冷的話 這個房屋應該不太需要買電 這是一個所謂的就是叫做 你說不太需要買電 是不需要 不需要買電 他不需要買電 對 因為他的用電已經大幅的被核熱措施節能措施給降低下來 然後他剩下來要用了一些電 就用他的太陽能板去cover就好 對 那這個東西叫做零能源消費房屋 台灣有各種翻譯 他英文叫做Zero Energy House 他的概念就是用電量去減掉發電量 大致上是等於零 那你大概可以想見就是說 假設我們的住宅都不需要電的話 那會省下多麼可觀的動電量 那我們還需要去抬什麼三階四階 在那邊為了非常局部的發電廠 去做一些掙扎 甚至是衝突啊 這些消耗社會能量的東西 那這是我身為基隆 然後就是關心人員議題 關心社會議題 這是我最想最最重要的出發點 不過這邊談到 這邊談到這個所謂的節能房 我就讓我想說 台灣不是有推什麼綠建築啊 或者是說 我們不是有鼓勵大家去裝太陽能板嗎 那這個有什麼不一樣啊 最大的差別就是我們不是義務啊 OK 我們不是義務啊 你對啊 第一個是我我覺得台灣幾乎是很沒有格勒概念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因為我看到大部分的人像我們基隆有一些站前有一些新建設 我們基隆新火車站就是一個全玻璃的全玻璃的建築對不對 那不好意思我講的比較仔細跟專業一點點 你如果有一個房屋然後它有一扇標準床 那這一扇標準床就會造成你 冷熱就是跟外界 比方說你的內部的冷氣的溫度溢散出去也好 我說的是關折的狀態就是打開 或者是外面的熱冷進來也好 大概有六七層都是從這個標準床出入的 嗯 那你可想而知就是 有一扇標準床已經會造成這麼大的一個能源的移動 或者是冷氣的散絲或者什麼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全玻璃的建築 基本上它的冷氣就很容易無效 嗯 那事實上如果這是比較在地的經驗 我帶任何有任何朋友來基隆 我在基隆火車站的時候我都會順便說一下 你不太感覺到那個冷氣 那如果有時候天氣太熱它就是失效了 那如果講的誇張一點 因為那個所有太陽光都是直射啊 嗯那沒有人沒有人覺得這是一個很糟大能源的行為 大家看到玻璃屋就很興奮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能夠在生活當中舉出來 就是台灣人比較沒有那種 隔熱節能的概念的一個鮮活的例子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簡單來講最簡單的一種狀態 就是這一種所謂的節能房屋 它要先做到隔熱這件事情 對對對 所以你用包括像玻璃屋 或者是這種可能不適當的 這種開窗你反而會讓這些熱氣跑到屋內 等等的 不用開窗就是你不 我剛講的是不開窗的狀態 就已經會嚴重的 那個讓冷氣的人散到外面 激活讓外界的熱能進來這樣 嗯嗯對這樣不會很悶嗎 或者是說建築它的通風的方式 會跟一般我們所想像的是怎麼樣的不同 你是說通風是不是 對啊就是如果不用開窗或是某什麼 我剛剛講的是 關著也就是說你開冷氣的狀態 在激活火車站也是啊 它平時也是開著冷氣的時候 它是關著的 我講的是那個狀態啊 那如果你要 如果你是因為長時間的開冷氣 然後造成你二氧化炭門不足 有這個威力的話 這是長時間 我講的是 那你就是裝換氣設備 那這個確實也是會影響到 因為我做兩個月有一篇文章 是日本目前局部的 有一些學者在推動學校教室的隔熱 那學校教室的隔熱 他們就有提到這個問題 冷氣開太久 那二氧化炭門不上升 那其實會注意力不集中 對對對 所以那個就是只能另外再加裝一個換氣設施 因為我這樣講 就是你剛剛談到激活火車站 那事實上激活火車站也是沒有裝冷氣 那它就是所謂的綠建築 所以它可以通過通風 對對 但是民修火車站沒有裝冷氣 民修火車站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它是可以通過 高雄那個 它是綠建築 是綠建築 它是透過通風的方式來做 所以綠建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型態 但是你強調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怎麼樣去這種所謂的做好隔熱這件事情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鳥取縣的例子上面來講 所以鳥取縣他們這種所謂的綠建築 或者是我們剛剛談到的這種節能住宅 它有什麼樣具體的這種所謂的設施跟做法嗎 你說具體的做法 其實還真的蠻簡單的 就是你的牆壁要做隔熱車 你可能是一開始在建設的時候內嵌的方式 可能是海年之類的 講到隔熱我有一個長取的一個很鮮活的例子 在這邊講一下 你在冬天的時候你摸水泥牆壁是冰的 可是你在冬天的時候摸木頭的桌子或椅子 不會那麼冰的 那就是木頭的它的隔熱比水泥好很多 那木頭的隔熱的程度是水泥的10倍好 也就是說其實你一般的水泥建築 它就已經隔熱非常的差了 那做好隔熱的話就是說在牆壁的內部 或者說用夾蓋的方式去增加隔熱層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窗戶 那窗戶的話第一個是材質 那常見的做法二層窗甚至三層窗 還有就是框的部分 窗框的部分 窗框的部分 就是一般的鋁窗 它是非常不隔熱的 那這有一個很鮮活的例子 大家如果有用過一種鋁杯 就是它像鐵但它其實是鋁的那個杯子 你裝冰塊的話 那外面很容易結小水滴 就是因為它那個冷很容易散進去 所以要改用 也許是鋁加塑膠或者純塑膠 或者是木製窗 這樣的方式來提高它的隔熱效果 所以這個是指新建的房屋 要用這種所謂的隔熱材質嗎 還是在既有的房屋當中 他們事實上就可以去改裝 或是改用這些隔熱的這種 不管是在做牆面 或是在做這種所謂的通風的玻璃等等 它的做法會有什麼樣的一種差別 其實都可以做 當然你在新建的時候就做 你會最方便 你甚至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一些節能的措施 那這個因為我覺得我有時候會考慮到就是說 因為台灣目前對這些概念都還是很清楚 那但是我有一個很喜歡的例子是 像那個松下它有蓋一個房子 那它那個房子裡面有一個節能措施是 它會抽換地板下的空氣到室內 OK 它會不斷的抽換地板下 那地板下的空氣 地板下空氣因為它冬暖夏涼 所以它大概它這樣抽換它大概可以降低 大概六七度 七度左右吧 那你可以可想而知 你空調如果可以少掉七度的溫差 那個對你用電就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這個是新建房屋的好處 那你要在既有的建築下面去做也可以做 老舊的房屋也可以做 那要許在做這件事情 有什麼樣的一個節能的標準嗎 例如說可能溫度要降到多少 或者是因為看到它是一個比較先進 那你也特別提到說 它跟歐美國家比起來 它是一個比較更嚴格的標準 那到底跟歐美國家之間 在這種節能的標準上面 有什麼樣的不同 比較能夠就是 但是我目前這樣子表達的方式 比較容易講的是 剛剛講的ZEH 零能源消費房屋 有人翻譯成磷碳房屋 它是把你原來 假設說你原來這個房屋還沒有做隔熱 那把這個原來的能源消耗 消耗降低到百分之百 降低到五成以上 它有一個這樣的有不同的定義 但是最低標準是五成以上 對 也許你原來用十度電 那經過隔熱之後 你降到五度以下 這是一種標準 那其他的另外比較沒有辦法用 就是可能需要減爆層那個 他們有一個標準叫UA值 那其實有點通用 就是這個UA值就是一個隔熱的係數 它就是它是代表就是說 比方說這邊有個牆 那這邊有一個熱能 那這個熱能透過這個牆穿過去的一個數值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要隔熱 所以穿過去的那個熱或者冷越少越好 所以這個UA值是越低越好的 那目前的話 那目前的話 日本的這個 它的 目前它國家規定 中央政府規定全國的這個 格熱的這個UA值 都是比這個歐美來的高 也就是說比較差 這樣子 嗯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對於這種很多 應該這樣講說 有多少的這種 這種比例的房子 已經開始慢慢去做這樣的改變 然後它對於日本的環境的影響 目前看起來有什麼樣的一些 比較具體的這種改變嗎 如果2025年 剛剛有講到2025年 日本要就是要 住宅的那個節能的衣物化 那這比例是 以房屋的總體數量來講是很低的 我先從一個比較樂觀的角度來說好了 在這個 我剛剛講的那個零能源消費房屋 它其實日本在2015年就提出來了 那2020 2020年的時候 它已經有一個目標 它那個時候的目標是 前面的主要的建商 比較有名 比較大型的建商 前面的幾個建商 它蓋的新建獨棟住宅 要有一半以上 是符合這個零能源消費房屋的 格熱標準 那這個成績在2019年就做到 在2019年就做到了 那2025年要推的是 所有的 所有的新建的獨棟住宅房屋都要做到 它在2016年定的這個標準 還不是ZEH 不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是比較 比零能源消費房屋再弱的一個格熱標準這樣 那你說它大概佔多少比例 很低 一定很低 因為第一個是它只是新建房屋 而且它是新建房屋裡面的獨棟 雖然獨棟在日本是比較 比台灣流行跟普遍的 不是每個人都去住公寓 這樣子 所以新建已經 新建站的比例已經很低了 大概 我記得大概5%以下 挺多 因為每年會有一些變動 5%以下 那你新建裡面的獨棟又很低 那所以說當然那個最大的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做住宅截人的話 你最重要的其實是在寄存 就是目前已經有的房子 那所以在日本它2025年跟2030年 它兩次的這個住宅截人義務 都是只是新建的這個房屋 所以就是民間就是民間走的比較快 民間他們有的就成立一些協會什麼 如果說你是既有房屋 你要去做格勒的改裝 他們可以協助你這樣 所以這個說起來的話 就是說日本目前也還在一個 剛起步的階段 那但是台灣又距離這些 又更加的遙遠 所以我個人也是蠻憂 台灣的住宅截能義務的 推載狀況 不過這個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明天想就是能源 除了去一直在這邊開發能源 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增加能源 怎麼樣去減少能源的這種耗損 或是不必要的這種能源的浪費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做法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過頭來 我們再來請教宋瑞文 就是日本兩曲線 為什麼開始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在看你的文章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在就是 這種它的好處 不是只有在環保上面的好處 它其實還有其他好處 然後這個政策要推動 我不知道日本的做法 在台灣有沒有適合 值得參考的地方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過來討論 歡迎再次回到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相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談的是 日本鳥曲線的一項政策 就是有關於這種所謂的節能住宅房屋 這個節能住宅房屋可以對這個國家 或對這個地區會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在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這是媽媽氣候聯盟的專欄作家宋瑞文 瑞文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剛剛有談到日本鳥曲線的這個節能政策 那其實我也蠻好奇 就是一開始他們為什麼會想要去推動 這個所謂的節能住宅房屋 那這個推動這個政策 除了一部分是環境的理由 那對於這個鳥曲線的這些民眾來講 又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會推動宿宅節能或者是說加強隔熱的效果 這件事情其實鳥曲線自己的推廣手冊有提到 那其實其他地方國家的宣傳也都會提到 就是對於健康的改善 那一個最簡單的概念是 通常我們在台灣可能也會聽到 有的人家他可能在冬天進去浴室的時候 他脫了衣服那因為溫差突然拉大 然後可能就突然就心肌梗塞或什麼 然後就暴斃 那這種叫做樂修客 就因為這樣喪失生命 那在鳥曲線的這個住宅節能的推廣的手冊裡面 他就有提到就是說日本一年 因為這樣死去的人有兩萬人左右 那這個大概是交通事故的四倍左右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社會的輿論跟社會的動能 其實有蠻多也都是用在交通事故上面 所以我們沒有想到就是說住宅隔熱 他對你的健康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那除了樂修客之外呢 那像是高血壓啊 皮膚病啊 過敏症啊 很多都會跟你室內的溫差大有關係 當你的室內的溫差比較平均 就沒有什麼溫差 你的室溫是肯定的時候 你的活動時間啊 那你的你的那個身體狀態呢 都會好很多這樣 那這個在鳥曲線的他的推廣手冊裡面有提到 那在中央政府剛剛講的2025年2030年他要推的住宅 新建住宅獨棟節能義務上面 他的推廣的漫畫裡面 這個其實他們很多人都會提到 對 那這個東西我就再補充一個數據 就是因為有一個建商提到就是說 你跟那個住宅隔熱先進的國家 像是瑞典丹麥那種國家相比的話 日本的剛剛講那個樂修客 因為這樣死亡的人數是對方的36倍 嗯 所以表示說你因為那個隔熱效果的差異 導致你這個死亡的人數會有這麼大 應該是說對就會有這麼大的差異這樣 嗯 我想這大概是我們比較不會去想到的一個原因 對 節能就是環保 我們看到很多包括冷氣啊 或是電器都要去推動這個所謂的節能概念 但事實上回到一個更根本就是那個溫度本身 或者是那個居住的環境本身如果不是很好的話 那就像剛剛談到這個熱修客的問題 其實他也會發生 但是我們通常也不會想說 這可能是跟房屋的建築有關 或者是跟那個所謂的氣溫 溫度本身的這種差別的 有這樣的一些關聯性 那整個推動之後 日本這種所謂的鳥曲線的民眾 他們生活有因為這樣子有什麼改變啊 當然包括剛剛談到這個死亡率是減少的啊 那還有什麼其他的影響嗎 其實那個當然是在他們這個推廣網站上面 就有一些使用者的心得嘛 就是他家裡面採用了這種標準之後 他感受到的變化 那這感受的變化都是共通的 你不管是在鳥曲線做好這個房屋的隔熱 或者是在中央政府動進化 然後你都是差不多 那很明顯的變化就是說 比方說你會覺得你的家人活動力會上升 因為對 因為你的比方說你冬天很冷 你很自然而然的你的活動力就會下降 這是一個可想而知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這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講就是說 你如果買了一個房子 假設這個房子長這麼大好了 假設長這麼大 那你冬天冷的時候呢 你很自然而然的你就會往比較裡面的房間移動 嗯 這可以理解 那意思就是說呢 你花了這麼多錢買一個這樣的空間 可是因為你隔熱做的不好 你在很冷的時候呢 你使用的空間會很自然而然的縮小 那大家也知道房屋很貴啊 你的空間很貴啊 那你沒有做好隔熱 導致這樣無形中的損失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這樣子 那老人家然後小朋友的那個活動力都會上升啊 然後病動會減少啊 然後最爽的就是有時候會感覺到說 好像不用開冷氣也不會覺得很熱 或者說不用 或者說暖氣 最明顯的就是說你開冷冷氣跟暖氣 你開不了多久 它那個溫度就馬上的降下來或提升 然後你就覺得它可以待很久 那是一個很很舒服很舒服的狀態 特別是那種很 就是以前住那種老房子的老人家 那種老房子就是因為它沒有什麼隔熱可言 然後下熱冬的很不舒服 然後又再加上濕氣什麼 那個感受會非常差別這樣 就是從一個不舒服到一個很舒服的一個狀態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小概念 我真的覺得很值得分享 就是有一個建商說 這個概念在日本也是正在推啊 不是每個人都很清楚這樣 他講一個概念很好就是說 其實大家買房子都很願意花錢去花在裝潢 會花錢在裝潢 這是很常見 那電視上面那個什麼 就是住宅網之類介紹 介紹住宅大部分都在介紹裝潢 就是你其實是願意花那個錢的 可是你花那個錢但是這個房子會讓你不夠健康 或者是甚至讓你這個休克死亡 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這樣其實你是願意花那個錢 我覺得聽起來還蠻有趣的 且是一個小小的改變了 當然在台灣我不知道會不會是一個小的改變 待會我們再談 但至少從你剛剛談到這些 在一開始的建材或者是一些這種隔熱的設備 如果做的夠好的話 他這改變不是只有剛剛談到的環境的問題 還有包括 這個能源是不是浪費的問題 甚至熱休克的問題 包括你會不會活的開心 你在這環境裡面 你的省了很多錢 那其實讓你比較開心 然後因為這個 室內氣溫的改變 也許你的活動力也會跟 在很冷的狀態底下會有很大的不同 那你剛剛也談到說日本的政府 其實可能相對民間而言 民間走的是比較快 那但是在你的文章當中 也看到日本政府其實也在揮廣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節能房屋的政策 日本政府怎麼去推動這個節能房屋的政策 那我另外也好奇 就是這種住宅的改變 或者是這種住宅形勢的改變 會不會遇到一些什麼反彈 或是在推動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 先講怎麼宣傳好了 宣傳的話其實就是大家常看到的方式 就是政府利用他的宣傳系統 他的文圈系統 比方說東京都政府 他可能是講就預算起來一些活動 宣傳的部分我覺得 大家大概都可以想到 有人做動畫 有人做漫畫 有做邀請明星代言 種種的方式這樣子 那你說這個有沒有什麼反彈 那反彈我想分兩個點來講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民眾的疑慮一定就是說 成本會不會提高 其實建商的疑慮也是一樣 但是我先講民眾 那目前中央政府的宣導 他對於他2025要推動的幾能率 他是這樣講 我其實覺得蠻驚人 他是說只要多40萬到70萬日幣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很貴 但是這個數值是經過努力的 因為我知道 我剛剛有講他在2015年的時候 他其實就已經說他要推零人員消費住宅 那他2020年的時候有一個初步的目標 這樣子 那在2015年到2020年這段時間 他不是這不是天上會降下來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有一個進度表 他的進度表可能就是說前兩年 他要先定義下來 什麼叫做零人員消費法務 或者說等細分的定義這樣 然後把這個格勒建材的成本 就是縮小降低 然後還有就是說相關人才的預測 那我看那個政策的進度表 我是覺得非常舒服 因為他就是說 好我現在宣布了一個目標 那我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我第一年第二年要做什麼 第三年第四年要做什麼 都顯得很清楚 國家要做什麼 平坚可以做什麼 那社會的宣傳部門可以做什麼 那我覺得那個因為台灣 台灣有時候你會聽到一些就是政策的目標 那就是有些政策目標可能他是很遠 可能五年後十年後甚至二三十年後的事情 但是你心裡面難免會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那個時候都不曉得是不是你指證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認真做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認真做的一個檢驗的標準就是 你中間的進度表在哪裡 對對對 所以我自己因為我覺得台灣的節能政策 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然後因為節能政策不夠強大 所以又導致很多的能源爭議 所以我看到那個政策的進度表跟分工的形勢 我是覺得非常舒服 就是比較明確 而且不是那個感覺畫大餅 然後未來長期 是在短期我就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哪些工作 所以這個就可以說服建商跟民眾嗎 你剛談到的建商跟民眾 這個是剛講那個是對民眾的說 剛講那個對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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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自己說 就是你說建商會不會反彈 建商會不會他會他會抵抗 因為他覺得他要增加房屋的成本 對 那當然很有理念的建商先不管 那再推 日本去年 就有一個我覺得很感動的事情 就他們去年要就是要有一個 就是說再提高節能標準一個立法 修正案就對了 簡單來講就是提高節能標準 義務的義務 那這個東西呢 他們日本的這個就是說 專專擅長這個節能的教授 有出來做一個行動 他就是連署 就跟我們社會運動一樣 就是發個連署 大家一起來追求更高的節能標準 然後還是得到一萬五千人的連署 然後代表的這些建築系相關的 就是說追求節能的那些學者專家 甚至廠商也有去國會遊說 然後他們就把原署書 意見書 那就是去可能是交給最大黨的這個黨 黨邊啊什麼的 就是有一個那樣的形式就對了 那後來也順利的就是說 有過那一次的修正案 就是說我覺得那個社會的進步就是說 有時候是政府主動 那有時候是民間去推 那就是不同的力量去往前進這樣 OK 那這個是看到是在這個節能坊屋的陣體 那日本的這種 在節能的這些事情上 我想應該不會是只有在這個房屋 或是有在鳥群 現在他們是還有哪些跟 一般的民眾的日常生活 我們隨手都可以做得到 或是相對這樣比較簡易 做得到的一些節能的政策呢 如果節能政策我可以講 但是如果你說隨手做到 這就有點層次不太一樣 我先講節能政策 但不一定 不見得能夠隨手做到 一個是像智慧電表 智慧電表他在2015年的時候 他就說2015年要開始裝 然後他2020年要裝完 所以就是所有的家戶都要裝 那這個就是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說他有一個截止日期 台灣其實也蠻多人聽過智慧電表 可是政府沒有告訴你他什麼時候要裝完 而且如果我按照我看的台灣自己使用智慧電表的那個節能的效果 我看到有一篇好像是新北市他裝了 不知道是哪個公寓還什麼他裝了節能電表 他節能大概省了兩成多 我覺得這個非常驚人啊 如果所有的都裝了然後有這麼好的效果 我們真的不需要朝什麼三接四接 對那一個就是時間表 那我稍微補充一下 他是說2020年要裝完 後來也稍微有點Delay 大概到2021年多的時候大概裝了八成多 然後最晚最晚大概到2024年就會全部裝完 一個是智慧電表 智慧電表其實牽涉到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我在這邊我就暫時先不講 其實是一個蠻關鍵的東西這樣 那這個東西在台灣你也可以主動通知台電去裝 這個也算是隨手 如果你願意做的話你可以做到這樣 那智慧電表那其他很多就是節能機器 對於你家裡面有幫助的節能機器 政府是有各種不同的補助或者是進度的 那地方政府也可以提供 那但是這些東西因為台灣比較沒有聽過 所以我不曉得 我就簡單講一句比較厲害 他目前最新的那個熱 就是有熱泵的那種高效率熱水器 他可以讓你瓦斯用量跟電費少一半 很驚人吧 就是你光想像這個 如果是什麼溫泉他們也用的話 那個溫泉算 就是這個也是有 可能這個沒有到家家戶戶 但是他會有一個說 比方說我想要推展到兩百萬台三百萬台 那看就是會有其實有各種節能機器的那個 那有一些是這些是有進度的 那有一些不是義務化但是是隨手可以做得到 他有在推是可以隨手做到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義務化 比方說日本的環境省跟很多大學的環保社團 有在推綠蓮就是綠色的蓮子或綠色的窗簾 他其實就是塔藤植物 他其實就是塔藤植物 這個也是一個我很愛講的例子 因為他是你台灣可以輕易模仿的 簡單來說就是你在建築的外牆 然後種植了塔藤植物 那你種植了塔藤植物之後 他的那不只是隔熱效果 那是降溫效果 降溫效果超級好 好到你可以少10度 你可以想如果你的空調少10度的負擔 你省了多少電 那你就是種一些爬藤植物這樣 那這個東西在日本的有一些大公司 或是電視台 或是日本的有一些比較熱衷 比較積極於環保的大學 他們的環境社團有在做 那這個是我覺得你 這個做法唯一有一個小小的毛病是 他不適合忙碌的上班族 因為你要整理 其實蠻累的 你要整理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看到這邊 我覺得其實他在推那個政策的時候 他很細心 他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適合做這個目標族群 要嘛就是你退休 要嘛就是你學校裡面 有很多家庭用所謂的隔熱窗簾 是不是有類似的效果 隔熱窗簾 隔熱膜應該遠遠比不上 剛剛講那個綠領 你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植物本身會吸熱 它又有水分 這兩種太困難 對 那個日本正在研發一種新的窗戶的隔熱膜 據說可以降到五度 對 那個就是四目的 但是我們一般這個 那個比方說什麼隔熱貼膜 因為如果大家都有那個生活經驗 有時候你要去搭朋友的 他朋友開小客車 然後他是有隔熱貼膜 那就在太陽底下 你進去還是很熱 熱的受不了 所以那個效果是沒有辦法跟綠領相比 OK 所以我們看到日本在這種 不管是節能的房屋 或是我們剛剛看到有很多小的巧思 或小的觀念 然後事實上就可以去推動這些 這些所謂的簡單的 這種 我不知道應該某種的算是簡單 這比起幹那個三接四接核電廠 那個應該都是簡單太多 對 然後他的效益看起來 這樣聽起來好像也不錯 有很多意外的這種好處 就是意外好處 就是我們沒有想過的那樣一種好處 那這樣子 你自己看很多 這個台灣跟日本的這種環境政策 特別如果我們只有鎖定在節能這個部分 你覺得台灣還有什麼可以努力的地方嗎 現在這個題目聽起來是非常非常大 台灣有沒有什麼可以努力的地方 我先說 我其實主要是寫日本 但是因為我是台灣人 我當然也會關心台灣 所以我去看那個什麼 有人推薦我去看那個政府 有一個什麼 十二大關鍵戰略 反正就是我們國家的一個政策的大黨 然後我就特別去看那個建築節能 然後它裡面的目標是 每年要增加350棟房屋是綠建築 這應該比例很低吧 350棟 對啊 就是你跟我剛剛講那些 就是一個完全不成比例的東西 然後我們當然也沒有節能欲 其實在 我每次在講這個時候 當然都會給台灣一種感覺說 哇日本好生氣 但是這個都是大家去罵出來的 嗯 在日本不管是小建商 或者是國際大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YKK 它是做玻璃的 它是一個國際大廠 在台灣有分公司 它的日本網站上面就有一個圖 它就在告訴你 日本政府居然拖了22年才去提高它的建築格勒的標準 對那就是表示就是天路人員 就是廠商跟學者一直罵一直罵一直去推 那台灣的就是我剛剛講那個關鍵戰略 台灣現在就是講節能 它我覺得它最大的毛病就是 它沒有告訴你這個有多有用 嗯 就是應該是說那個效果跟程度的那個差距 你感覺不出來 我舉一個最實際的例子 日本2015年跟2021年吧 都有推 都有公佈 就是經產省經濟產業省 都有一個就是國家電力的規劃 在台灣的話可能是那個那個電力供區 每年都會公佈那個 日本是每年公佈 但是它15年跟21年的時候都有公佈一個 對於日本未來國家電力供應跟需求的一個預測這樣子 可想而知就是說 我預計過了五年 過了十年 我們會用多少電 會發多少電 那除了講這個之外 它會提供一個節能的情境 就是它在2015年的時候 它會說我們可能2030 我們如果到目前的這個生活方式 或這樣發展下去 我們到2030年會用到一兆多的電 一萬億 一萬億的用電這樣 可是如果你好好節能的話 你會做到用電負成長 嗯嗯 那這個目標聽起來 是不是就覺得很可口很吸引 對就是那2021年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便利工具的規劃 也是提供一個節能的情境這樣 不過我還是稍微修正一下 在它目前最新公佈 它認為它未來的用電會成長 不過它之前已經省太多了 它之前省下來的那個程度 就算它加上什麼AI殺鬼的 然後就到2030年之前 它的用電都會低於它以前的預估 對 所以總而言之 那個降低的那個用電的程度 它就是非常局部的電廠這樣 嗯 那有一個東西很想講 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我覺得提供一個節能情境的 用電預測 用電供需是非常重要 嗯 你沒有提供的話 我不知道節能的效果可以有多大的 那其實2013年的時候 台灣是有環境媒體提出 這樣子的一個呼籲跟主張的 當時他們就是要求用電力成長 然後他們挖出了經濟部 曾經做過的一個用電力成長的規劃 跟簡報 然後那一份簡報上面 就是有一個用不同的用電情境 有一個是有節能的用電情境 那這樣在有節能的情境之下呢 你的這個用電的成長 當然就會速率比較慢 之類的這樣 對但是後來就比較 不知道為什麼就 就是沒有什麼人在聊 所以我本來 我本來覺得自己的人為言輕 我就想說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稍微多講一下 嗯 不過這些議題或是這些關聯 是要多多的傳播 多多的告訴大家 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這種台灣能源政策 所以有很多東西 一些本來這種 我們在討論說 這個到底會多大的經濟效益 或者是會造成多大的污染 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面向 那但是其實有很多的這個問題 他有很多的做法 他可能只是小小的改變 他一樣可以達到某種的經濟效益 或者是他可以降低更多的污染 這是一個我們在討論能源政策 另外一個可以再去思考的面向 今天謝謝 非常謝謝宋瑞 來現場跟我們一起討論 那如果之後有一些問題 我們再來跟你做相關的請教 那我們今天節目都要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謝謝主持人 謝謝 funnel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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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